雙農七彩吊橋人潮滿意帶來可觀商機 讓不少部落主人想要就地做起生意 增加經濟收入 不過從開幕資金 遊客大多是來衝衝去衝衝 消費活動有限 跟當地住人預期有些落差 留不住遊客等於留不住商機 這是雙農七彩吊橋開幕後 部落漸漸發現的窘境 如何留住遊客與商機 是當前需要客服的問題 然後下半的一個下午的時間 你可以今天在地律村 或者在檀南 在仁河 因為我們生態旅遊學會 當大早有這樣的一個半日游的行程 或一日游的行程 這都是部落巡禮 那部落巡禮當中 你可以感受到體驗 一些我們布農的文化 那甚至我們可以購買 我們當地的產業 那因為現在都還在 處於一個起步的階段 那我們是希望在未來 大概過了三個月之後 或是半年之後 等到營運來比較順利之後 現在考慮到的是 周邊的環境 跟一個交通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 完善的規劃之後 我們才可以去做這個的大事的 來做一個廣告跟行銷 如何加強部落亮點 留住遊客 是大家目前面臨最大課題 信項公所表示 未來會持續跟地方住人 或各個發展協會討論 延商 再來逐步加強旅遊體驗 跟服務品質 原是新聞NO 南投信義 超榜報導